猴子锁下了呀 哇真锁了 一手维恩 一维恩 兄弟们把雷幕打在公屏上 哎呦周姐一手露露 讲道理 讲道理露露这个英雄 其实下手下路的话 配合维恩还可以 而且咱们这是最新版本的 阿木木 两个Q的 打的是11点17 今天早上我还刚玩着把阿木木 是 然后看英雄队这边啊 小凯是新泽拉 哦呦 点到为止 小凯这个 他的妖姬 他的刀妹很强 我们见识过 新德拉这把又是 版本强势英雄 但这把感觉小凯 对线不好打呀 对 然后香锅这边的话 看一下要配合新德拉 去选一下什么英雄能 打一打中叶的这个节奏 主要是咱们这个表演赛 是一个盲选模式 对 你是看不到对方的英雄选 我觉得像Let me 他应该能猜到 对吧 像凯南打猴子 这属于AP打 这种AD的战刑性 算好打 其实有个顶级的 来个石头 石头人 石头人最顶级 真的来个石头人 但是Let me 可能觉得来个石头人 万一对方不是猴子 其实Let me 来个奥恩 打猴子也很好打 是 但是来奥恩 Let me 可能觉得自己有点赖皮了 有点赖皮了 这有点赖皮了 对吧 这种就是用自己玩的 非常好的英雄 去跟猴哥打 怎么看 Let me 这个表情 还没有从上把的 这个实力中 缓过来 其实上把手游 Let me 这个刀妹的发挥 也是很出色的 也算是尽力的 没办法 对吧 这个对面有个青钢影 跟潘森 小带 一直来跃自己 打 太猛了 是的 这把 吴恩璐璐 但对面这个下路组合 有点花 说实话 因为老骚一直以来 玩都是玩这个亚索 比较多嘛 而且老骚的一个英雄实力 他亚索也是可以走下路的 但ZZR搞了手 亚索杀了分泥 我是没想到的 因为ZZR 我感觉本来要玩个硬服的 就玩个那种牛头 什么的配亚索 或者什么黄紫这种 就能配一下的 我只能说这波ZZR 在第五层 为什么 因为萨勒芬尼 有个皮肤马上出了 十周年那个皮肤 两个嘛 霞跟萨勒芬尼 我觉得这是带着任务来的 来了 比赛开始 最后还是锁定了 萨勒芬尼加亚索 在我们左边 小凯这边的英雄队 而右边在联盟队这边 下路是文言家露露 中路的部分是徐大佳的 这个鳄鱼 对上小凯的辛德拉 而打野部分 香锅的剑魔 打 大安春的阿木 上路是猴哥的 这个悟空 对上赖特米的凯南 这把从对线来讲 感觉联盟队 中上都不好打呀 感觉就得看 悠哉跟周姐这个下路了 主要这野区阿木 打破外网 感觉顶级折磨呀 这把大安春 也是来一个 最近最流行的 这种征服着阿木 对 因为持续作战能力很强 之前还有出这个 峡谷制造者的 然后配合一个征服者 来打持续的伤害 今天我搞了把 暗夜收割者 有点脆 我看OP机器上推荐的 我还看有那个火箭腰带 你知道吗 贼骚 我还没出山 队友就把游戏拿下了 大安春这边 也是阿木 F6开 很快 猴哥这个猴子 一级就上来打 但现在凯南一级学艺 反点 主要猴哥这把 有点拼啊 他多蓝箭都来了 对 而且他不是点盐 他没有点盐的话 他这个伤害不一定够啊 一级学艺的凯南 是可以很轻松的 把猴子的这个身体 拉开的 你解说猴哥的比赛就罢了 为什么要模仿猴哥的口音 一会儿等单杀了 或者被单杀了 再模仿一下 强调一手代入感 上次跟猴哥解说一场比赛 全场比赛就把眼掉眼 来了二级 打一套EQ 打得好凶啊 这边还强了不等级 下路来了 这个经典的点一次兵 要左右摇晃四到六下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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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Q ZZR再被A一下 A出强弓 召唤师峡谷 又想起了那个男人的名字 这一看ZZR就不打下路啊 这不直接要为人点麻了 麻辣香锅 直接来安排猴哥 猴哥这个位置 出草要被晕 没有W的 W晕到了 凯南也过来 能不能给个 但是有二级的凯南 他应该只有E跟Q 直接打闪了 哇下路 说实话 这个亚索因为带了虚弱呀 所以对线不好打 因为一般这个亚索 是会带一个TP 然后搞一个多蓝盾那种发育的 但这把老骚是有点想打 他搞了一个虚弱加多蓝剑 但说实话 前期的这个消耗能力肯定还是右边要更强 手太长了 但中路小凯这边推线 哎呦好推 推了一下 打野也来了 这波中野想动 点燃挂上 帮帮扛他 完了 这波徐大虾裂开了 这波线 麻辣香锅 拿到了中路徐大虾的一个衣血 还是新德拉前面这个换血换得很到位 小凯这个推感觉可以的呀 十个捕刀的鳄鱼 这把一点小工 哎呦 这下路感觉玩不了了 有点 哎呦 神的翻滚 可以 神的闪屁出席 打出来了 下路的部分 说实话 兵线不太支持 大安锤越塔 除非对面吹出来打 还要来打 真要吹出来打呀 大安锤来了 正是两个Q大木木 先Q一下 拿到第一个人头 第二个Q 没有机会了 但是也打出了骚男的一个虚弱 大安锤想再少机会 甚至是想帮悠哉把线推进去 这要别人 我估计就多一两下了 这个是悠哉的话 那算了 这一把的话感觉 联盟队就是下路 现在优势还可以 但是现在中上有点小裂开 但你别说 我现在看到 ZZR跟UZH两个ID在一起 我突然想到了 当年的 职业联赛 当时蛇队打QG UZR玩EaseRare 在上路那个ETA 被ZZR预判闪现 有印象了吧 那一波 因为ZZR打职业 他最出名的就是 就那一波 蜘蛛 而且 就那一波一点过分 那一波是最出名的 就是他直接 E那个UZI的 EZ的闪现 预判位的 刚才好像是我姐说的 主要是 因为那个时候 哎 哎 先过来想胡诺 但是小凯反应很快 交闪现 哎 他要来 晕倒了 伤害不太够 伤害不够啊 而且可能要被反杀 推到 升级了 升级了 不升级的话 死了呀 下一个QQ到就死了 两秒钟 小凯 来了 短了一点 没办法距离极限了 那这边木木在旁边 嗯 ZDR也是赶到了中路 是的 要守一下 小凯去推这波兵线 大安纯这个时候 有闪现的 但是ZDR来的很关键啊 这波直接能帮小凯 把兵线推进去 ZDR很懂啊 老打野了呀 啊 只要昨天看朋友圈 就每个人很羡慕 ZDR能跟小凯 推到了 这波 有机会 W闪现 太凶了 这感觉中路 有点烂掉了 这鳄鱼 这又一大波线 吃不了 是的 他这波残血 没有直接选择 退到二台里面回家 是有点没想到 主要他回家 他也崩了 对 就这波线 吃不吃 感觉都挺难受的 变阳 小淘气 这把 这个骚男 有点难顶 下路要1打2了 哎呦 周姐这 露露说实话 一会儿团 团战看看 发挥的咋样 但我觉得 露露宝维恩 还是不错的 至少 是 这把 周姐应该也是跟 幽黛商量过的 他们两个之前 不是练了几天吧 应该是最终 选了一个 效果最好的 对 就阮府里面 其实能保护 威恩最好的选择 我想挡一下 第三下的平A 感觉大安顺又要来了呀 ZZR 被Q大了 而且你交散 他有第二个Q 马上好 Q没Q大 还好是走位扭了一下 就现在这种阿木木 有两个Q 真的是 很变态的 是的 而且阿木木的Q 非常长 对 在这个英雄联盟的技能里 真的算非常长的了 哇 中路小凯 还要把线稍微控一下 很顶级啊 感觉徐大侠 玩不了游戏了 小凯这补刀 50刀 还是很标准的一个 中单的一个补刀 麻辣张锅 过来入侵一下 红buff 但这边的话 单纯是 这把就围绕下半球打了呀 主要现在 只有下路有优势 就只能转成 老皇族打法了 现在 只能 UZ在哪 我在哪 这个时候 这样 土龙打掉 还可以吧 其实对于联盟队来讲 这个时候能拿条 土龙已经很不错了 毕竟中路的鳄鱼 已经没有办法玩游戏了 而且这把鳄鱼 还有一个很尴尬的地方 就是他这把 如果 就是这种发育的话 他打团都打不了 很脆 有机会进场 而且UZ的压力 其实还挺大的 你别看 即使有一个路 但如果他被 新德拉推到亚索 直接接大的话 他有可能会被秒 这把能够 团队给他造成威胁的人 还是很多的 UZ在这边 哎呦 骚男的封墙 还是蛮细的 每次第三下的时候 就把封墙 立出来 哦呦 又在的 我主要是这个攻速协议出来 这对线感觉白点在这 主要塔下也没什么威胁 在这边才四级 马拉香锅这边直接是把 小五千锅拿到 哇 这把香锅也想来个顶级的 他这个正五箭袋一出 事情就不简单了 下路又来了 大安春 又的 要打起来了 大安春这波是有闪现 勾到 想要闪现啊 又在开大招 直接翻滚 挂了个虚弱 风翔 拉开 第一点是残死在塔下 但那边神还想操作 冰线来了 感觉能操作呀 还能打 还能打 神有闪现的 怎么说 没问题 但是周杰 把这个人投开了 分享一下 也没关系吧 但上路就遭中了呀 猴哥这波一打一被压了 快五十刀不说 上路的冰线现在直接 下路的塔又被下午前锅 推掉了 是的 这中上太难玩了 主要猴哥二级被抓闪 这确实打不了 这对 而且猴哥打砍的 确实不好打 但是把确实在联盟队这边 下路的发育是很好的 你看一下 优哉后续 有没有团战里面 比较好的配合发挥了 这把优哉 第一剑就要做 智慧默认了 扛起这个大旗 对 对面主要 这把AP伤害有点高 特别是 辛德拉跟凯南两个点 都是能威胁到他的 看一下优哉第一视角 终极时刻 绕了一下 风墙的位置 直接进场 先点掉萨勒芬妮 等这个亚索风吹过之后 最后是周杰把这个人 都给A死的 好像 那也没关系 但现在说实话 中上兄弟联盟队这边 已经崩不住了呀 有点 有点崩不住了 英雄队这边 小凯和麻辣香锅 两个人 做然能力很强啊 阿嬷嬷 马上 阿嬷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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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柯来了 徐大侠这个位置要被推到了 有TP来就先挂了 闪现过来晕小凯 小凯也有闪的 塔下有一个猴子 猴子先当了小凯的人头 而且徐大侠两段一走掉了 夏六开始追着点 追着直接被追 被点死了 而且回身也把骚蛋赶回塔下 鲁鲁这个位置是有大招的 看看两个人要继续越吗 他们现在不太清楚 破半王的一个位置 算了 哇 这波CZR也没办法 软斧碰到这种维恩 没办法 直接被追着点死了 香锅这波是没死 但是被逼出一个闪现 但这波猴哥的志愿很到位啊 还是拿下了辛德拉的一个人头 香锅的海耀杀手已经到位 但他现在目前还是比较脆的 三杠零的一个开局 对 这么出的破半王 其实就是伤害非常爆炸 他可能也觉得对面有个维恩吧 他反正也肉不住 主要这个英雄刚出来 香锅就特别喜欢玩这个英雄 我还记得咱们当时那个扶牛杯 对 对吧 那个都用破半王的表演赛上 香锅就用破半王一阵猛杀 有理解的 就像他当时那个莫甘纳的理解一样 这波猴哥的一个支援 这波徐大杀还是蛮果断的 直接闪现百云 然后配个猴哥 下路 两个三环 流畅 流畅 优贼 这把 但是照目前这个节奏 联盟队这个 上中野的一个烈士 感觉 可能要说出这句熟悉的话了 要等优贼阿的三线套了 首先优贼阿这打团感 真的好难打 他好发挥 大安春又来了 大安春这把 我感觉他也没办法 他只能这么玩 对 但这门香锅 其实也在附近 这我不知道 能不能打起来啊 大安春在那儿已经蹲了很久了 是的 那叫安春哥懂得 懂得 那必须懂得呀 说实话 照顾好威恩是吧 就是他主要任务 换你上去 你也这么打呀 这有啥问题 知道谁是推 对呀 你上去 你肯定也在下路呆住了呀 我上去 你恨不得自己玩鹿鹿 我就玩鹿鹿那个皮克斯吧 我玩猫 哎呀出来了 闪亮啊 阿德里尤泽 今天就在这个位置 非常危险 虚弱啊 凯南接来进场 尤泽还想打 但这不然我自己 尤泽还想把他躲了一个斩 没有办法 莱子宾也是拿到了 老队友尤泽那个人跑 但在侧翼的话 阿木不是让了 散了分离 但这个时候小凯来了 小凯一个推 推出了一个闪现之后 队友还在帮忙留 小凯这边 差一点点差强的露露 被反身舔到了塔下 但是没有伤害 能够足够击杀起的了 而且马拉香果还想追 周杰快跑 莱乐波冰还可以 马拉香果千载优业 没有小动了 莱乐波冰 这一波主要凯南的支援 很关键啊 是的 要不然的话 感觉这一波悠哉 是能秀起来的 哇 他总会把那个 通管天灵躲了 对 只要第一波被控到了 然后后续的话 能躲的技能 也基本都尽量去躲掉了 但是凯南这个时候 进场的伤害 跟控制能力还是很足的 散先过来给大 对 第一波主要被 就被挂了个虚弱 其实在后面调整位置 但是面前 几个带控的 又带伤害了 实在是没有办法 而且转后续小凯过来 这个伤害也非常高 是的 这个时间段发现 比较好的新的拉 真的是不容小吃 阿木不想换 但是却伤害不够 哇 感觉这马真的 对于英雄队来讲 现在优势很大呀 哎 这次 又被追着点了个三环出来 还是郭老师这个确实 上半区有用 太熟练了 太熟练了 就莱特密跟麻辣香锅 两名那个老队友了 触发肌肉体力了 是吧 是 在这搞这个RNG气细绊 这时候小凯就是当时的小虎呀 可以 带玉对不对 哎 来了 岳一塔过来想杀 风强打得不错 回身揭大了 这不揭大感觉 不知道把自己揭死了吧 又再再拿一个人头 对对啊 赶紧往后溜 可以 这不就选择一拼 嗯 不过大家也理解一下 就这个阵容 他能放大的机会 确实有点小 他这个虚线一出 不接心理难受 接了战绩难受 哈哈哈 主要这把他装备 确实比较差 是 但是这把现在 他需要老计一句话 崩了就稳住 哈哈哈 这把骚男 属于是被战略上放弃的一路 也没办法 好 中路猴哥来了 小凯 小凯有闪现的 先推走鳄鱼 但啥波的话 降不出闪了 直接被 控到死 那招的话 联盟队在中路 找到了一个机会 猴哥这两波支援 都是困中路来的 这把主要英雄 猴哥被counter了 但两波支援 大数效果了呀 而且猴哥 其实发育 补的还可以 现在装备还行 哇 伟炎这说实话 感觉是吧 真得三件套 你别说 我觉得现在就是 联盟队这里 如果上野的 再能肉一点 这把感觉 悠哉是有机会的 但感觉悠哉这出场 可能要出个 狂风之类的 因为他直接买了 十字稿啊 他可能不想走顿弓 一会看一下 第一件就直接走了 个智慧魔人 也有可能是破败 不好说现在 但真走狂风的话 感觉压力 我感觉每人出狂风 是不是有点 感觉破败吧 我感觉 我感觉破败 只能是破败 出狂风确实有点 那个什么 是的 或多或少 都有点难受 主要还是比较靠他 他自己有滚啊 对不对 他为什么要狂风去滚 而且这把信任周姐 所以没出顿弓 颗粒吧 有什么露露 这把要没露露 绝对顿弓了 所有技能都能保 身边有周姐 周姐就是优在生前的盾 是的 自己自己 再出点输出装备 就行了呀 其实周姐这把打满到位了 你看 而且关键周姐有一点做得非常好 他屏幕切过来 他原来就在身边 对 万雷天老爷 猴哥反向闪 但还是被电晕了 马拉香过来了 猴哥这个位置很难走 怎么办 火箭腰带加了一速 猴哥这边一兵 反向走 要进入装甲猴阶段了吧 A了个兵 哎呀 直接被单身杀了 没办法 马拉香过追了一路 也没昏到一个猪攻 下路又想动骚难 老虎 也是影响出来 老骚这位置 被定位在飙闪 风墙位置卡得不错 哎 老骚还可以哦 但是依然 给个蛋 这部尽力了 哦 骚呢 最后还是死了 这部老骚算是尽力了 最后的他三个人了 没办法 就再拿一个头 但这个时候老骚就要聘出 维恩没治疗 关键是他拖了 很长的时间 对吧 这部队友是从上转到中 要放先锋的 也缺 悠哉跟 徐大侠这个位置 感觉有点危险啊 这部联盟队就走啊 这段时间悠哉没大 感觉还是尽量避免跟 英雄队打团 但感觉悠哉装备真的挺好的 他回家 正五件道 感觉还要杀手了吗 这么 这么暴躁吗 我感觉他这把 还不缺伤害吧 但就是因为相信周杰 相信周杰 对吧 可以这么选择一下 我觉得 就不要质疑神的选择 对啊 就有的时候 他的道理在 输出最大化 对吧 也是一种自保的方式 就为人这个英雄的出装 他出什么都是对的 就好像足球比赛 最好的防守是进攻 这把最好的生存 就是输出 学到了 这把感觉真的 右边只能靠UZ 只能靠了 真没办法 上周野三兄弟 现在只能整点 手肉装了 是 而且说实话 猴哥跟那个 阿木木肉起来 我感觉UZ 是有舒适 对 而且这个鳄鱼 其实这几拨打完 对 补刀跟经济 都追上了一些 也可以开始 转点肉装了 这个鳄鱼跟猴子 还有阿木木三个人 一旦肉住 哎 那这把不好碰了 UZ 联盟队这边就有机会 但是对于英雄队来讲 现在要抓紧 机会滚大雪球啊 尤其是对于 麻辣香锅 现在这么肥的情况下 这个破败王 能不能在对方前面 专门没成型 都是就把其都带起来 哇 这把来的面 还是很肥的 第二件 法川暴宁有了 这把主要 维恩有的异技能 那个Lightme 不是特别好 经常打团 而且陆路的变阳 对于凯南的威胁 是很大的 还是需要闪现的 没闪现的话 是进不了的 但那把 其实小凯德 辛德拉 在团战的时候 对 UZ 是有一定限制的 他是最关键的吧 一般来讲 辛德拉是很counter为恩的 因为他可以先手甩啊 让你的血量 对 让你的血量低到不能操作 回家 看看是不是真的海妖杀手啊 应该有了这一波 来了 海妖 极致的输出 顶级输出 给一个平视的视角 匍匐前进 当然这也不能叫匍匐了 就蹲着走 引导完Q就是这样吧 马拉雅 我的血手有了 这波中也埋伏一下 上也埋伏一下 想搞播入侵 蹲蹲看有没有人 现在主要对于联盟队来讲 他们就怕这个大龙掉 只要这个大龙有视野 他们就不是特别害怕 而且反而对于 左边英雄队来讲 这个这种打大龙所需要的代价有点大 因为他们打大龙好伤啊 其实有个萨勒分尼的情况也很伤 好像再打了再打了 强行想逼团 因为看到鳄鱼没TP在下面 这波徐大价是点燃的 而且联盟队好像第一次也没察觉 又再有蓝饰品 这个蓝饰品能救命吗 要被偷掉了 又在这里 但是时间的来得及 还有最后五千血 打速确实有点半 猴哥姐提过来 感觉 破败王血量不好 胜面 老苍 这个疫情的被风墙给没收了 这个风墙还是挺细节的 要不然被定 强热很危险 猴哥进场 再被推了一下 小汉的突破关键 在二代进场 不过大火候 很强的控制上过 凯将的天雷 为了爆炸 就是他被定了一半的血 还是最有钱死的 是要牛自来的 没有办法 马拉桑窝 一个人正宝 但是换取了联盟队五个人 被S的一个局面 我只能说这个口子 凯南呀 对 这个口子 感觉就是为凯南打造的吧 如果你让凯南选一个 英俊M 唯一一个位置 他可以打团 可能就要选这里了吧 被电麻了 这个口子感觉 抓阿木木进取 队友没跟上 猴哥进去 阿木在队 队友 都先跟不上 小汉的第一个推 是把猴哥给推走了 因为阿布姆先大招的一个故事时间 是被缩锁 这个电 是有个机会 莱特米找得太好了 后手的一个进场 他完全让 悠哉 跟他的队友 在直接制造的一个屏障 这波周杰连 电麻了 周杰连 又再都 没有办法保护到 就直接被秒了 太脆了 这凯南大放在这个位置 即使打输出 又是一种 对后排的保护 是 哇 Let me这波打完 直接准备世界专注了 确实太肥了 感觉这 下重手啊 这波打 直接下重手 他这个伤害是极致的 是的 凯南这样出的话 这三个套的伤害是最极致的 最顶的 扫南 来了 AQQR 直接打一套 老骚这边搞个 第二次有风 再吹起来 但是这个鳄鱼打压 还是太轻松了 对 而且老骚这把也放飞死我了 你看老骚这神话装 闪现红组打不了 有机会单吃 马拉三公赶过来 推到了 马拉三公斩 直接是斩死了徐大侠 可以 这把如果 左边英雄队赢了 老骚就是典型的 哭着营游戏 是吗 其实老骚这把细节 还是可以的 他玩的还可以啊 熟练度很高 而且他这个出装 懂不懂 就问你们懂不懂 这个出装 对啊 复活甲第二阵 第一阵狂风 第二阵复活甲 太懂了哥 太懂了 这样 5-0-3的凯南 5-1-4的破败网 这个时候 感觉英雄队 拿到这个大龙之后 经济也要被拉开了 哇 又在第三个 要做水银时代了 哎呦 我们这个 主要是镜头切的 光明哨兵是吧 主要现在来到12级 光明哨兵皮肤 有个特点 因为他来到11级以后 这个特效会有一些变化 是的 大家可以观察一下 哇 这波凯南的世界珍珠 也有了 还是很难打呀 还是挺难的 还是很难打呀 就感觉只赢一手 来特别进场被秒 就是大美放完被秒 是吧 或者有个机会 打打反手 大家只要能打到 两个人以上 团队输不了 但英雄队 现在有大龙buff之后 推进还是给的压力很足 中路推到了 又在这个位置 只能交闪回来 因为他能力大呢 哇 还好鹿鹿保下来了 又在这波是交了双招 加鹿鹿大以及水银 才得以活下来 又在这波双招没了呀 是的 赶紧回去补一波状态 但现在下路凯南这边 又对鳄鱼进行顶级的折磨 我们看到左下边 小凯这边笑得很开心啊 刚才这一推演 然后团队可以拿下中路的二塔 再一推 哦呦 又推到了阿木木 小海的推还是推得很准啊 徐大侠在下路 扛来的密 但这一波的话 可能要遭遇到对手的一个包夹 还不走吗 麻辣香锅 看上去开起来 打没有选择 直接去上 这英雄队打得好团队呀 对的 这个伤害现在推露露 已经是露露不能承受的了 这真的是点到为止吗 这样大龙buff结束 在大龙buff拿到的经济之后 是一共有着八千七千五百块的领先 这现在感觉三件套有点不够用了 不够用了 主要它第三件做了个水平时代 那这的话 真正的输出装就会更晚一点了 这把羊刀什么时候能出来啊 主要这把的问题是 英雄队这边的几个C都很肥 对吧 你看整个的经济期望都在一万左右 而联盟队这里的话 就是除了悠哉这个点 是在一万经济上 其他的兄弟还 现在都比较穷 经济差距是到达了八千左右 但UZ这个补刀跟发育 确实还是可以的 哇 先出个隐魔刀了 要出隐魔刀了 因为确实打团压力太大了 这把没有盾弓的唯一好处 可以做个隐魔刀 就还是对面这凯南 对他压力太大了 打团 你说他这时候想好的 他做这个隐魔刀 加这个指挥默认 所以做了个海妖 可以 对吧 有可能 是吧 因为你不做盾弓 好像就只有这个唯一的好处 可以做一个隐魔刀 但那把的话 他隐魔刀出来还是挺难的 因为隐魔刀也不算是一个 极致的输出的武器 对吧 而且这把还是因为对方 装备太好 上中野自己这边肉不住 英雄队这边反而 我觉得打的还是 想操作 想杀小凯 有打招的 直接灌啊 有加速的效果 小凯这边开几个金身 躲一下 三个混成大招 魅惑到的周见 UZ还在往左边拉扯 马达收锅 点出三环 在这死不掉 红的抓了起来 闪现 继续聊 这部猴哥竟然很关键 哇 那一波一换三 而且被UZ操作了这波 千载优越被一顶回去了 这样有没有机会 这个大波还有一个 都是来不及的 不行了 但是这波吃了一波 经济啊 我刚才这波 那个麻辣相关 千载优越被一顶回去了 这波就在 很关键 这波猴哥打也很好 闪现 直接转后排 猴哥这猴子 抓到了一个英雄队 在中路推线 队友脱节的情况 小凯 这波主要第一时间灌大 开中压已经等队友来了 对 他知道他跑是跑不了的 他只能灌大打一套 然后等队友 是的 往后走的时候碰到了 猴哥 现在阿闪想救啊 但是没有阿闪到 UZI 没有没破到 UZI 只没破到一个周级 这个位置也很难 这波UZI太顶级了 是的 猴哥也顶啊 猴哥这个打团 确实判断的很准 你别说 有没有机会 你别说 有没有机会 最近的比赛 感觉都是这种 翻来翻 但还是那个问题 刚才这波 莱特密不在 是 莱特密不在正面 如果莱特密刚才进场 这个情况就不一样了 其实是需要莱特密 看住UZI的 是的 而且老骚其实 一定要在正面打团 因为老骚的一个封墙 有的逼走位 对于UZI的一个限制 是很厉害的 这把老骚都感觉 现在封墙技能 都点了好几两个 这个猴哥要让嘛 想利用大龙去逼一下 但是 好像英雄那边发现了 UZI拿了个红过来了 这波英雄队 应该是要放一下 小龙过来看你打大龙 但是不其实 阿宇还没有到正面 而且 上脸了 这个砍呢 好高 一套技能 徐大侠半血没了 直接开大招 对 就是Lightme 没舍得给他一个人放大 收了一手 但这样的话 是打断了一下 联盟队去 动这条大龙 老骚一个人 是把 风龙魂拿下 再次 让她说 我 终于 一本穷 她装备 血手还没有呢 太脆了 主要感觉现在全场最穷 158个刀 其实她血手出来了 也还是扛不住 现在就知道 凯南没踢 直接打大龙 这个角色还可以 因为没人打得很快 龙要打掉了 来看一下马拉西 欢迎你们的角色 不错 阿慕拿到我大龙 小海里面的书 打还可以 猴子没什么血 路线被斩死了 而且砍在马尔的 这边五个人都在我坑里面 这边 很高远 三四两个 这边三个 不要再秒了 还在处处 还在滑 又在还在 三滑大众 超带死了 最后一个三滑 哇 哇 哇 虽然是表演 三滑真的很瘦啊 我已经很多年 没有在赛场结束 都喊出来过 幼灾还在输出了 这就是牛灾呀 这就是什么 直接拿下一个无瑕 泪目了 阿迪波操作 是很帅的 拉满了呀 凯南没有秒了 本来没凯南会 继续会把优灾 收到 但优灾还是拉扯起来了 这边 外人定房都来不住 主要第一时间打大龙 那种凯南没TP 所以凯南过不来 哇 这要看一下回报 赶紧来回报呀 在什么 太帅了这一波 哇 再来看一下 第一师角 主要第一波的魅惑 也没有魅惑到 又在 又在第一个 第一时间线吧 春河家打了出来 走位扭了 千载 那个突凡天灵 射死一个破败王 然后被推到 是的 射死他的分 南京场 水银解掉 一千块 风墙挡一下 但那边瞬间转火 闪现 拉开 是的 推也没有中 哇 很大Q 太丝滑了 这波只有一个小小的遗憾 不是麦克T来解说的 有点期待 这个有点过分 我觉得小小一场 一直没有真的发生在 职业赛场上 但职业赛场已经拿过 几次不加了 没关系 哎呀 期待神啊 小丑那场 就是你姐说的呀 我记得 大爱 对呀 小丑那场 哇 他这提示不对了呀 UZI现在大以魔刀 加水银弯刀了 他这魔抗拉满了 而且现在 鹿鹿的装备 其实也不错呀 香炉加上一个 舒雅的狂想曲 Let me想搞一波吗 只是在家 做出了帽子而已 因为他这波 还是没闪的 凯南没闪的话 感觉是电不到UZI的 是的 主要他现在 因为现在凯南的出装 追求极致伤害 都舍弃了中亚这件装备 所以他进场 还是会被UZI直接秒的 要来抓一下吗 下路 但猴哥撤得也很快 现在虽然说 英雄队拿到了 风龙魂啊 但现在联盟队 真的有一个 10-2的一个 而且左边 这是用梅DC 想开 一杯一开了 水一解 把吹给躲了 风向卡得很不错 对就很好 是的 但小凯考不出小凯的 小凯进来 这边要首先被解决 小凯交往 再被变扬 也要被点死吧 又在里面退了一步 向前猴子 那边偷达的 又在里面最终是被 凯南给 加坡王给电死 但徐大厦进来 完成了收尾 直接是配合猴哥 打赢了残局 哦呦 马拉乡变成UZI 大大安水 马拉乡 再展一个 阿木 马拉乡 有机会吗 大家这边 选了一点 不太够了 被猴哥 拿到团面 哇 这波是因为 UZI前面 打出了太多精气 让上中野三兄弟的装备起来了 是的 猴哥 其实残局很厉害啊 是 刚才马拉乡变成UZI 也挺猛的 装备好啊 这变成VN 对 变完VN 装备好啊 直接这个代入 好像也没有太大问题 这两个人不会要一波了吧 好像一波不了 推不掉 对 对 线不是很够 猴子拆的还可以 鳄鱼拆的有点慢 哇 这一波 这一波主要老方 这个封墙太顶级了 要不是 这个封墙的话 给这波UZI全杀了 哇 这一把DQ鱼 推断了 两人都推到了 对 这个封墙真的打了好久 小凯这边是 小凯这中亚很关键啊 这中亚拖出时间了 要不然他撑步道 马上摸过来 终于是在这个闭色的角落 来给你找到了机会 把UZI给电死了 是的 哇 这确实变成为人也好爽啊 为人装备好啊 是 但变成阿牧没啥用 不厉害了 有点难受 主要猴子这英雄打残局也很猛 还有这个神分 UZI 满装备了呀 银血也出了 银血来了 对 下一步可能要卖鞋了 他现在的回复能力 持久力 持续作战力是拉满的 而且好巧不巧 龙魂拿太早 哎 冤古龙了 还真是 冤古龙的危机来了 哎呦 你说这把 不会就翻了吧 不会就翻了吧 这感觉UZI现在真的打点钱 回家把鞋都给卖了 但现在还有30秒吧 下路抓 通过一片 洗手 但是是不是有点猛呢 队友还有离得有点远 有个TP过来 UZI不在呀 打得最先被秒了 终于都死了 哇那这样UZI过来 怎么说要三打五吗 猴哥先撤了 哇这波确实 郭老师找到这个很好的机会 是的 猴哥叫啊 拉距离 你不在一段啊 在家里 要打不就到了 UZI想去一波 哎 还是不行 有人回城了 猴哥回来打断TP了 猴哥这个位置 猴哥有意识的 拿着不就好了 UZI过来想反包 这两个人来了 西德拉不在 怎么说 LADME这个位置很关键啊 LADME LADME UZI直接被秒了 LADME 藏在这个藏 风鸡老师 LADME这个位置太丢端了 然后他这个装备 即便你的魔靠拉满 但只要被电到 还是很容易被秒的 那这样远古龙魂拿到手 说实话英雄队应该 有机会把这个比赛拿下来了 因为现在可以拿一个双龙 远古龙加大龙 双龙会 那这个推进感觉 三龙会了 还有龙魂 我只能说咱们这个节目效果 拉满 这把别人还真挺精彩 跳速极全 就两边到后面的打团 其实都有点东西 是 天雷 无杀 这把 胡老师的机会找得也很好 就表演在韩晶亮拉满 韩晶亮真挺高的 主要都是 之前很顶级的 职业选手 是的 哇 LADME这个地方 真的是很灵性 直接卡了个盲区 对 视野看到悠哉过来 直接开店 一二进场 虽然说有水银刀 有引磨刀 但是不顶用 这凯南的装备也太好了 哇 那是要面对这波三龙汇聚的推进 联盟队还能有奇迹发生吗 过后一半经济了呀 将近 八千多 这时候悠哉确实感觉有点 独步难吃啊 但我觉得就是 你要是五个人一起打的话 五打五就还有 有机会就是有点机会 因为刚刚这波 属于数是一个一个死的吧 对吧 其实五打五的话 只要阿木木跟猴子 能够拉扯一下空间 感觉悠哉是有输出环境的 但问题就是 这个远古龙魂就没空间了呀 对 主要这个远古龙魂有点 太致命了 对 要脱 继续脱 你把这个双龙会至少脱掉 这波看能不能 哦呦小凯这个推 看见把周杰给推死了 周杰赶紧给自己一个盾往后拉 这波靠着这大炮车 直接把中路塔给点掉了 来看一下这波怎么办 UZI现在高地上面寻求一战吗 这个远古龙 Buff主要还有挺久的好像 我们看不到时间 对 这个还有一段时间 应该还有一段时间 而且左边打得丝毫不及啊 很耐心的利用大炮车去消耗 又推到了 现在只要利用这个小凯特 新的拉不断的去推 推到人找机会 一个门呀 他已经倒了 他这个炮车进不掉了 啊 木木 哥 我才在自己被秒了 凯南被秒了 UZI有机会操作的 凯南这波白给了 UZI回正还在拉扯 风向放得不错 UZI进气后排去了 UZI进气后排去了 UZI在此前面上 UZI再受一个 回身感觉小凯也要死 UZI在蹲这个气氛的压缩 不愧吧 又是一个TRIPLE KILL 还有一次炸吗 投资终结掉了新的拉 UZI又是个TRIPLE KILL 一波了 翻了 UZI最后已经知道了 他将闪上去想拿这个头 刚刚应该是单身 卡了一个那个 远古龙最后的TIME进去的 关键是 这波凯南没有放任何技能跟秒表 直接被秒了 只要是UZI活了下来之后 他就有数字空间了 能一波吗 现在感觉应该是一波了 没有兵线但是 没有兵线 这个塔怎么办 想强要来 一顶着点 还有一座防御塔 就一座的猴子过来 应该只能杀掉的 虽然有点慢 但是没关系 我这都给他们翻了吗 联盟队翻盘了 我们恭喜联盟队 5杀加3杀的UZI 这也能翻 完全没有想到啊 游戏是最后一波 这就是什么 来吧 游戏两支队伍 来到我们的舞台中线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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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